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每周帮大家 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 YouTube频道按下小铃铛 还有Sound 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KKBOX 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帮我们在Apple Podcast 留言评分哦 欸 萌萌 有 年底要那个市刑换发数位身份证 哦的 听说了 你会去申请吗 不会 因为我不是新竹人 嘿嘿嘿嘿 对啦 因为现在好像是说 这个新的政策 会先从新竹市开始事办吧 其他县市还不会更近 我有看到网友留言说 为什么是新竹市 为什么 然后内政部的粉专就回他说 是科技重症 所以 是这样子吗 哈哈哈 虽然这里好像有点没有很睡不着 然后看不起新竹人 还是看得起新竹人 你说他们宅宅就对了 只是这样子吗 哈哈哈 对 可是这个政策其实蛮多争议的啦 蛮多人在 我记得好像年初的时候 他就是有说 有预告说年底要换 然后那时候就非常非常多的讨论跟争议 对 其实最早 因为这个政策说实在是从国民党执政 大概2014 15年的时候 国民党政府就想要再研究怎么推行 那那个时候其实就有民间团体出来反对了 那所以国民党政府要推民间反对 然后民进党执政之后民进党要想要推 那其实民间团体一样在反对 因为其实认为这背后会有很多的问题 数位身份证的政策 嗯 我想说今天 反正他就某种程度上势灾必行 不一定喔 也不一定啦 但是你知道就是趁他真的普及到就是全台湾人 让大家关心一下 之前我们可以就是当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为什么会有问题啊 可能带来的一些令人堪忧的点有什么 风险和bug 对对对对 因为范你昨天是不是还有特别去听 那个就是因为因为我就是你知道 麻瓜人设要设好设满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般人来讲 他一定就是去看政府的 对直接对民间的沟通嘛 因为他没有开了 有什么说法 对 他没有开了一个直播 跟那个内政部长徐国勇 说唐 唐凤 跟唐凤 就是一起开了 我呃好 我有想到 本来要讲说那个直播还蛮有质感的 但是但是就是就是整体是觉得 很不像那个传统政府的直播 就是 哦 你这样就被收买了 又设计过 对我又被收买了 然后唐凤就是你知道 现在大家就是对他讲的话啊 然后还是只有你而已 可恶 还是只有我没有 就是他有那种诚实中等级的 就是的效果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比较放心什么的 哎 包含我们自己脸书上的留言 就也有人说唐凤出来 我好像就比较安心了 就是这样子的言论跑出来 不行 我们还是要好好检视这个政策本身 那他这个政策 其实其实我觉得他没有讲的很细 可是他有先 我觉得针对就是比较表面上的 去做一个解释 例如说为什么要换成 哎也 为什么要变第七代 因为我们现在是第六代的身份证 资本嘛 大家都有一个身份证 对一个透明塑膏的那个 对一个户备对 然后他就是讲到说其实这个材质大概在16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就是已经防悔效果已经失效了 对甚至已经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去复制它是 就是会有一些资源可以去 OK就是他比较容易被copy被伪造 所以变成说你会发现你今天要去一个 呃行政机关去证明你的身份的时候 其实他们还是要双证件 你不能单纯的只是拿你的身份证就证明你的你的身份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要做一个第七代 那只是 为什么是用数位的形式呢 后面就讲说啊因为更 更保密啊 然后更 更炫啊 没有啦没有更炫啊 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点是我比较没有想过 然后他讲到的是说 我们现在身份证嘛 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些 所谓他人的个子 你爸妈的名字 然后你的柱子 然后他们就说啊那个你 一丢掉 然后翻过人家就看到他人的个子了 啊如果你是 就很像讲有点好笑啦 但然后他就说啊 如果你是捡到那个数位身份证的话 就是你还要加密还要破解 那捡到驾照不是也看得到 你说对啊 都看得到 那捡到学生证还看得到你的那个学校 总之就是前面就是大概是这样这样 然后后面就是去 有点是政府出来挂保证啦 就说我们就是 绝对不会让你们 资料回传到内政部的 可是你知道对我来讲 就是看了很多电影的人来讲 就是觉得说 你在这样讲啊 不然呢 然后你会跟我讲 对我会用 就会觉得他这样讲好像也没有比较安心 他也只能这样 所以这是政府方的一家 当然会想要 他如果想要推行这政策的话 他就会想要让大家就是 对这事情放心嘛 对 但是其实我们要再讲一下 其实民间团体 还有其实蛮多的专家学者都有出来抗议的 那我先讲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好了 就是我刚刚也有问过范 然后就是 其实是根据中华民国的法律啊 嗯 有规定哦 我们的我国国民 国民身份证应随身携带哦 就是你一定要随身携带哦 我是不知道 在户籍法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是法律规定你要带在身上的 这个是跟世界各国的这个标准都很不一样 真的哦 对因为第一点就是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所谓的身份证 这个并不是一个一定要有的东西 所以呃我们要我们这个所谓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然后有这个身份证件是已经是一个特别的事情了 就是不一定要有 诶那那这样子别的国家的人要怎么就是证明他是 像美国他就是什么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是你可能会有些社会保险的一些编号 而且他们的状况就跟他们前任投票一样嘛 他们的你到每个州你注册为学民 就那个州的那个身份 就是他们没有那么样的硬的规定 对 那其实还有一个他有一个做一个整理 就是我们之前有去采访 就是中华院就一些学者相关研究 他们就比较几个 因为政府一直拿来推嘛 就是说有几个国家他们也有身份证啊 而且他们也有推输的身份证啊 这是台湾人最喜欢的套路啊 就是别的国家来做 那我们也要有 但其实我们有的背后啊 其实他的规则也很不一样 像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字号 就是怎么叫做这个终身的那个马 一辈子都是一样的嘛 就那个统一编号一样的感觉 但其实像有时候会被拿来比较 就是比如德国 德国的书会不一样 就是你可以会变的 他哦真的哦 对 然后避免被 被怎样 就是他可能可以不同条件下可以换 对 好还有就是 强制领证 台湾是一定要有 就是 你每个人都一定要规定要有 而且还法律还规定你要带在身上 台湾是有 但日本没有 对 日本没有强制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晶片身份 就是新推行晶片身份证 对 然后甚至还有就是说那个 你有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去规范 一个新型的身份证 的使用方式 因为你推出一个新的东西 那他既然跟原本传统资本的身份证 差很多的话 那必须有很多的法律去规范 他说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做什么 不能拿来做什么 就像比如说你有时候去 买东西 或是去停车 或是去租车或什么 他有时候会 那你押一个证件给我 好 那你以前押的是一个 资本人身份证 OK 好 你爸妈的名字可能被看到了 那你如果押一个晶片身份证 你可能有更多的资讯被看到 因为他可能可以透过一个数位化 然后更多功能的身份证 可到你更多的资讯 对 那好 这个不需要新的法律去规范呢 我觉得是需要 其实 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推行之前 我们从来没有 对于身份证这个 不这个纸 这个卡 出现过疑虑 大家根本没有想 我觉得他已经变成生活一部分 然后小时候爸妈也是就说 你这东西就是要随身带着 可是刚刚前面一解释 我觉得有点像什么 集权制度下的产物 对啊 很那种反乌托邦那种 很神秘 有点像是都要去tag别人 然后你都要拿着一张卡 因为你可能随时被检验 就是你知道那个历史生活长域 好像还活在那个时代的 的那种错觉 你就每个囚犯有自己的编号 一样 那进出任何的空间 然后你都要被感应 你这个身份 能不能够进到这个空间 然后会被记录 对 所以这个被记录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 其实像有非常多的研究资案啊 就是相关科技的一些专家 他们就指出说 因为这些晶片的 数位身份证 它里面的晶片 还有它一些功能 有一种叫做被动感应元件 叫RFID 怎么讲呢 就跟 大家如果现在 如果开车走高速公路 有那种 车上会有ETag 对 就是ETC 那个ETag 就是 你在那么高速行驶的汽车上面 然后你的车窗上面 装一个小小的 那个感应的那种晶片 然后就可以被那个 那个 那个炸 那个什么 从感应的那个柵栏 它可以从上面这样扫下来 就知道你经过了哪里 那其实 数位身份证里面 也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 功能 那 只要技术做得够好 它可以设为非常多 这样隐形的柵栏 你可以 因为你要 法律规定 你要随身携带在你身上 所以你经过每个地方 它都可以感应你说 谁到了哪里 谁到了哪里 对 那 等于是你的个子 你的数位的足迹 就是 不是数位 你实体的足迹 实体的足迹 就会被完整的记录下来 你不会觉得很像 就是那个时候在提说 中国不是要做很多那种 人脸辨识吗 我不用那辨识人脸好麻烦哦 我叫你每个人都一定要带 你要带一个感应精品在身上 而且很无感耶 哎你又没有 不是 你有没有一个经验是 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大楼 他们开始会 做人孔辨识 哦 我知道 但我没有 对对对 反正我之前就是有经过 就是要进去一个大楼 然后他 进去拍你一张照片 然后 出来要拍你一张照片 然后看你进去出来 有没有差别吗 吃的蛮多的哦 变胖了 然后照片都照得很丑 没有那不是重点 可是重点就是 这就是人孔辨识嘛 因为他去记录说 有什么样子的人进出这个大楼 然后某种程度让你可以降低 就是 你知道管理员的 这是负担 因为管理员要操作你 其实他们有时候爱看不看的 对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更好管理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 蛮不舒服的 说实在是 后来我就走后门 就是 等一下 哈哈哈 对 那门境也蛮差的嘛 搞到最后 没有 但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你可能因为 呃 人孔辨识是比较aggressive的感觉 对比较强势入侵 对 侵犯你的感觉 对 你就是因为被拍照被拍照 所以你会 你会 你的身体会拒绝它 嗯 可是 晶片这种东西是 我就讲无感 无感更可怕 嗯哼哼哼哼 对不对 因为你就觉得 啊还好啦 就这样被逼下就过去了 就知道连就是 哎 可是我觉得很恐怖哦 嗯 好 你怎么知道他把你的照片用在哪里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很可怕啊 嗯 但是但是我觉得 这个晶片的等级是 不输 不输被拍照这件事情 对 而且 好 所以你这个疑虑在对不对 嗯 比如 我跟你讲 数位身份证 它一样会储存你的照片 结果你在实体身份证你有照片嘛 对不对 可是只有一张啊 哎 对你现在实体身份证 那上面那一张 但是数位身份证 它有规定就是你要有 呃 它会 它有特别规定说 你要一个 什么程度解析度那个照片 嗯 那一样 很精致的3D的 他那个 他那个数位化的资料 一样可以对你的脸孔做 辨识 辨识 对 其实甚至在 呃 在 现在 已经有类似的辨识系统 现在其实警察 警方警证系统 有一种功能 我记得叫 M-Police 还是叫什么Police 的一个数位系统 它其实就有记录了 一定资料库 它有 它们有个资料库 可以 电子辨识说 你这个人的长相 是不是match到 他们某个资料库的人 现在iPhone什么 手机都可以啦 那数位身份证 就是把你这个资料 更完善的使用 而且是规定 全民都要有 它并不是只有特定资料库 可能你有犯罪记录才有 是 你每个人依法 都要把你的 资料 给他 嗯 那你怎么知道 他会做哪些使用 那 他会不会被 盗用啊 或是被政府做不当的 比如说 比如说 但现在我们 我们 我们讲我们的那个 呃 疫情好了 对 就讲到疫情 这几天不是有那个 呃 什么纽西兰的 鸡 鸡师 然后啪啪罩 然后他都 不跟那个疫调的人员讲说 他去哪里 你后来被调什么 很多又透过很多的方法 得到他的资料嘛 对不对 好 那今天当然 各地摄影机 用在防疫 那我们很开心啊 觉得啊 这样很好 因为我们抓到防疫 但你怎么知道哪天政府 不会拿来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这一双面认 对 你把这些资料给他之后 他可能可以用这些资料 做很多事情 只要他们想 对 所以 所以就像提到说 有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 要去修法 去规范 政府 如果有这些资料 他们可以怎么做 他们可以拿来做什么 其实目前是没有的 所以这样的推行 其实 很危险 很危险 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嗯 因为订定法律 这种东西 会有很多学者专家 的讨论啦 嗯 然后这样 这些风险就被揭露 就是像最近 他们要推行那个 就是 示范城市 就是做那个数位7 新新 推办新竹 就是说那个要找 新竹的宅宅们 这样 才不是这样讲 然后 然后就有讲说什么 欢迎大家来破解 因为我们两个 刚刚就在聊这件事 就说政府说什么 赏 宣赏 然后就说 欢迎大家来破解这个问题 对 不过他有一个bug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第一眼 这个眼北七 啊 讲北七 讲北七应该可以吧 应该没有 真正不正确 好好 OK 他其实最早的时候 我记得他要找三个县市 来试推行 就是找 好像找了 新北 澎湖 跟新竹 嗯 然后呢 新北跟澎湖 后来就say no了 结果新竹还没有 那你猜为什么 我我我自己也猜了 那你猜 你有你有 他们的说法是说那个吗 新竹比较多 科技人 这样子 我的 我的理解是什么 因为 澎湖和新北的县市首长 都不是民进党的 我才不要帮你扛 我干嘛帮你扛 你在那边事情 要我的这个选民们 然后都说要试试看 你的数位身份证 有没有bug 我干嘛帮你扛 新竹是新章的大科 但新竹市市长 是您之间 是民进党的 那同一党 我好像要帮忙扛 不然我如果连我都say no 红绿灯 其他两个都红了 对不对 那我也说红 那我不是打连中央政府 这个案子就不用推了吗 所以剩他一个 他能拒绝吗 他就同一党的 对 所以好吧 把新竹市长扛下来 然后 他们说放在新竹之后 那个 范婷刚是不是有提到 说他们还有那个 找那个什么 就是找悬赏 就是说凯克 你如果有办法破解的话 就是有奖金这样子 就是他好像 就是用很开放 就是说 让大家来找 这个数位身份证 有没有什么bug啊 然后什么 如果发现还可以得奖 什么第一名 一百万五十万三十万 等等 类似这样之类 就是让大家来挑战 但我觉得这这样 实在也非常蠢 就是因为数位身份证 他背后的资料的 价值 他是每一个人 比如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你都要把资料 存到这个资料库里面 所以他的影响说 你看不只是商业利益 还有 可能还有国安的利益 对 就是你说 其他国家 不管是中国 甚至其他国家 如果想要 要我们的 得到我们的资料的话 我如果打破这个资料库 我什么都有了 好 所以这也是另外 很恐怖的东西 我们等于把所有东西 放在一个篮子里 好 如果我今天是駭客好了 我打破了这个门 我干嘛跟你讲 你才给我一百万 我傻了 我打破了门 你就说 我手打开了 你偷偷关回来 假之后没有开 说很好 没有问题 你们赶快推行 而且不要改 这个功能最棒 现在的版本最好了 你千万不要改 当然 我还跟你说 因为我发现 老师这边有问题 那请给我一百万 我当然不会跟你讲 不然之后 这规矩都是来 那个乖小孩的 对啊 那你说如果真的 比如说你看 金库密码 我已经试出来了 现在打开又没钱 现在打开里面一百万 我现在跟 把门 把那金库关回去 然后说 哎 没有 我解不开 嗯 啊真的很难 然后等里面存了 等里面那个钱 都塞好塞满之后 我再会去把他打开嘛 我怎么会现在去揭露 所以 唉 哈哈哈哈 我某那个心脏病 对啊 我就真的觉得就是说 那你 他就在骗 某一程度他就在骗 大家不懂 然后好像用的 这样很开心 很好玩 然后找唐凤啊 然后一起出来就 耶 好棒哦 这就是行销啊 对啊 就是他用行销 去掩盖政策 原本的缺陷 对 就他并不是在为 政策做变化 对于政策的 本身的质疑 他就说 没有你看我办个活动 哇 大家都说赞 对不对 然后 还有人 真的吗 如果有人拿到一百万 就说 我抓到什么bug 然后现在修正 你真的 你也没办法保证 以后不会出问题啊 嗯 对啊 那以后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 对 因为这个风险 背后的风险是相当大的 而且 我自己还是 想 我自己最最质疑的是说 那得到的利益 到底其实是什么 就是 方便的程度 为什么这件事情 它的最大的 公共的利益 对啊 就比如说你什么时候 你上次用身份证什么时候 就是办 可能办信用卡之类的吧 对啊 就是你要办重要的 其他政策之后 才会用到 那好 就就是 那所以有必要 为了 比如说 我要办其他政策 然后去 用一个 呃 用用去研究一个 全国人民都会有风险的 然后他也许会方便一些些 但他 他增加的利益 跟 可能会承担的成本 是高非常多的 还有 还有一个情分会用到 今年年初的时候 你有一个场合 有用到那个身份证 投票吗 投票 嗯 那如果数位化之后 那他会不会是用其他方式感应吗 他用感应的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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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拿来做其他的利用 或是会不会被 资料库会不会被盗用 等等的就是 这个都是 或是还有电子联署 因为现在很多像公投啊 罢免啊 可以用电子联署 你以前要签纸本 那签纸本当然比较麻烦 但是相对的可以去 去让这个人一定要自己签 是一个人签的吗 好 那 电子联署 但比较方便 然后可以让 可以降低很多的这个门槛 但是如果他搭配的是什么 又是 是数位 比如数位身份 那他的 保密程度够不够 会不会就是有人就 我就有一叠啊 我就直接用他的卡 去输入就好了 等等 这可能都会是有 有 潜在的问题 但是他得到的利益又很少 所以到底有没有不要改 我真的觉得 搞不懂 那我试着讲一个 反方立场好了 不然免得我们都被讲说 都是 反对 都在反对 你搞什么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声音 就是 无论是反对跟支持 一定都会有他们 他们的想法 那可能有人就会说 啊可是 数位化就是必然的啊 就很酷啊 你们这些传统的人 你们到底还在用纸本看书 我们都在用电子书了 就是 就是说 会不会他这个 还是一个趋势 但是 我 我自己也觉得说 当然数位化 一定是一个方向 就跟刚刚讲的 比如说电子联署啊 甚至投票 要某些程度的数位化 也许都可以降低很多 什么大排长龙排队 这些风险 但是其实 这个就跟 这个是政府 推的这个政策 像民进党政府嘛 民进党的 在立法院的立委们 自己都提出了 很多的反对意见 这并不是说 一定就把 数位身份证 整个打掉 我们完全不要推 但其实就是 你有修订相关的法律 去规范 那个 这个 使用的方式 是可以做的 像 那个 呃 有个民进党立委 叫 管碧琳嘛 他们有提到 就是大家常会拿来比较 就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就是一个 很数位化 这个 就是资安做得很好的 科技强国等等的 对 他们就有推 那个内政部就会说 爱沙尼亚有推啊 我们要学他们啊 但是 整体而言 其实台湾的这个 自然能力 像 还比不上爱沙尼亚 而且他们有个 他说爱沙尼亚有个东西 叫做 资安反投射镜 听起来很酷啊 资安反投射镜 就是 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 一个 备份 副本系统 嗯 他的意思是说 只要任何情况 有人access 有人 要去 透过你的这个数位证 然后登上你资料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哦 就你会知道 我会被通知 对我会被通知 就是要登入的时候 会 会传回手机 就是说 有人在哪来 登入你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就是 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规定吗 我们这样有规范吗 我们要有这样的技术 我唯一有这样的经验是 那个现在google gmail 他可以 就是你在不同的装置的时候 哦哦哦哦 或者你换手机 换一个电脑 对对他会强制 就是说哦 现在哪里要登入 然后你同不同意 这样子 对 这样子的 可是政府的 完全没有这个经验 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是 只有私人民间才有 对那 好 那我们等于是我们把 很多我们自己的资料 我们自己的资讯 我们放在政府 你家里的 嗯 那我们 我们有点像授权给他说好 那就交给你了哦 那就先这样 我们先走了哦 那他怎么用 我们现在不知道 你有没有法律规定 是说好 他每一次的使用 也许是要 呃最简单的是 我用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对 还是说我用的时候 我要经过你的同意 我才能回来使用 应该要经过我同意 才能使用吧 可是这样对他讲成分高 但是第一点 如果你不知道 他有没有用 嗯 对 那就不用 根本不用经过你同意嘛 反正你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用啊 嗯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的法规层面 还有很多还不够的地方 但是 好像这个 这个 这个执政的政府 不管从中国国民党啊 或者到现在民进党 好像还是对这个 这个数位身份证的政策 非常的执着 很想要推下去 所以 其实反对人力 常也不是说 你这件事情就是不能做 就是完全你就是不要做 对 你是说你做好准备了没 对 你再来做 对 不然的话就真的 就其实就刚刚讲的 民进党政府 他们的行政部门 跟立法院的立委 其实他们的意见 就已经不一致了 你真的说实在 你们自己执政党 都不一致了 都有不同意见 你要人民怎么相信说 就是哎 也没有问题 拍胸部保证 对我们还有讲经历的一百万 我们不要骗 对啊 还有就是这个厂商啦 就很多包括得标的厂商 他们有被发现说 他们这些子公司啊 一些相关的公司 其实在中国也有做生意 哇 对啊 那就听起来就很刺激啊 有没有 那那个时候 呃我记得 呃内政部长的说法是说 啊这个没问题 因为这个最重要的晶片是 什么台湾的台积电做的 对 对但是 你其实你想看 如果你在读取一张晶片的过程中 你会经过多少东西 对啊又不是晶片本体而已 对好你会经过 你要读卡机 然后你要用那个电脑 那电脑有它的软体 然后你要连上网 所以这任何一个环节 如果有bug 或是有出 有 你说你亲密的台积电做的 那读卡机会不会被写的 后面程式 那你的软体建置的时候 因为你可能不同的行政部门 你会用不同的软体 那你背后有不同的资料库 那会不会这些地方又成为骇客啊 或是一些入侵的人 然后拖取资料的方式 也是有可能的啊 因为过去也有这样的经验 很多常常听说什么 什么政府的什么资料库被外泄 然后什么几千万笔 泄露出来 不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那如果你现在用数位身份证 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多方便 而且我 你这让我想到我以前就是 做资料分析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会去参观一下政府的网站 我听起来好恐怖哦 哈哈哈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怕 因为台湾政府的那个 开放资料的资料库做的很烂 嗯哼 就是超不清楚 然后一团乱 然后资料都不完整 其实光是这一点你就会让 让我个人对于 政府怎么办好好保 保管资料这件事 让你很担心 那边我他家就说服你说 你看你以前很乱 我现在都帮你一包说好好 哈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你要做所谓政策行销 其实你就是把事情做好 对啊 就是这样 就是最好的行销 不要再装可爱卖萌 然后找人开直播 就觉得说这样就没问题了 真的 好 那其实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 在聊这个话题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再关注 就是数位身份证的议题嘛 就是台湾其实 因为这几年 科技感觉好像特别受关注 对 所以就是推动了很多的科技方面的政策 没错 那其实我们 呃我们卧槽这边呢 就是又切入一个 一个点 没有啊 就是我们有在协助就是行政院 科技会办公室那边 就是做一个政策的收集的 意见收集 对 对 所以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个叫做台湾普拉斯 脸书上 脸书上搜寻台湾普拉斯 哪哪个台哪个万哪个普 来帮我来说明一下 台湾普拉斯 我每次会念错 台湾是那个就我们的台湾 然后普拉斯的诗是思考的诗哦 是思考的诗吗 是是是思考的诗 是吗 对我的我的那个run down写错了 哈哈哈 那我因为 因为最近就是大家在收就是也是我们协助政府就是去搜集这些政策 其实我们目的也是希望更多不同的声音能够被听见被看见 那就是台湾普拉斯他也有关心就数位身份证的议题 就是欢迎大家去 对各种科技政策 然后大家可以去留言 对 可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 哎会不会已经转台了 但你知道吗 人家就说啊我干嘛要花时间去发表政策啊 浪费我时间什么的 那其实我们就是有办一个活动 就是你可以 不仅你可以关心社会议题 然后对社会有购陷 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抽中Apple Watch 哦 智慧手表等等的好礼 对 哎拜托 我自己来抽一下好了 不是对 我觉得这机会蛮难得的 因为平常大家就是 真的有很多热血公民会发表自己的想法 但可能他花了一小时去写他的 就是高件 然后 然后没有任何回贵 而且我们保证这个是可以 就是真的会进到就是行政员的便利 哦对啊 对被看见 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些 有些时候也是 呃 政府部分有些时候也是希望民间的声音能够听到 这也不一定 就他确实某些人说是要宣传 嗯 但是他真的也是希望能够知道说 到底好 到底 到底一般民众在想什么 到底关心这个政策的民众在想什么 有时候他也没有一个好的管道去得到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卧槽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让 关心这些科技议题的民众 真的能够把 有意义的意见传到政府部门 让他们才可以去调整 不然也许他们听到也许是什么 都厂商意见啊 或是都是利益团体的意见啊 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 呃 像比如说的身份证 对啊对啊 就是要做啊 大家都就一定要做啊 只有少数人不同意而已 我们不行让这样的声音 占据这个这个政策的市场 要让其他人的声音可以被听见 所以来留意见 有一个那个 我会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然后你把问卷就是填完之后 就送出就有机会 然后我会 推荐你就是把这个 这个 问卷呢 就是发 从来发散出去 然后跟他们讲可以抽 可以抽 可以抽Apple Watch 也可以抽Garmy 智慧手环 还有超商礼券500元 然后如果既然你都已经到了 台湾普拉斯的脸书上 也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 转天分享 对对对对 让更多人一起来关心科技政策 好那除了除了抽 哎会不会他就抢着我们风采 因为他们有那个 Apple Watch 对但也要再也要来那个卧槽 对对对 也要来卧槽按赞留言分享 对对卧槽的 脸书IG都欢迎大家来按赞分享 那我们最近就是也关注了很多 除了数位身份证之外的议题 嗯没错非常多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非常多的 数位身份证相关的内容 文章报导 我们都会放在这个下面 今天有很多点 贴好贴满 对看完应该就过一个礼拜 哈哈哈 好那我们就 哎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哦对 好所以我们喜欢我们做这些专题内容的话 一定要定期定格支持我们 卧槽说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啦 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拜拜 拜拜